高手在民间 今年生肖鼠龙 因此台中大理区主宰坑国小 其中一项寒假作业 就是让学生发挥环保创意 来做出各式各样的立体造型龙 一共有143只 有的同学用水果套串成 有的则是用纸杯DIY 搭配走秀式超习惊 手拿竹筷尽情的舞动飞龙 摆出最酷的pose 地点就在竹子坑国小 今年是冯龙年 因此校内的其中一项寒假作业 就是以龙为设计的主题 我们希望孩子呢 透过他的创造力的发想 然后将龙的一些意象 然后用一些环保的材质 用一些在地的材质 用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象力 然后把他龙的意象 把它呈现出来 那我们的低中高年级 是不同的尺寸 低年级是10乘10乘10 中年级是20乘20乘20乘20 高年级是30乘30乘30 那我觉得每一年他们的寒假作业 真的都非常有创意 那我觉得寒假作业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全校的全部的孩子都可以参加 一到六年级都可以参与展出 那还有就是可以利用假期时间 跟爸爸妈妈跟家人一起合作 我相信这个作业是带给全家欢乐 然后孩子们也非常有成就感的 孩子们开心的秀出自己的作品 五花八门的创意龙应有尽有 有的学生是利用水果套搭配灯泡 做出栩栩如生的角龙 还有像是大红色的喜气洋洋纸杯 串联而成的飞龙在天 也有小朋友利用毛线 一针一线刺绣而成的富贵扶龙 校内共展出140多只 各有特色大方异彩 让师生们开心的直呼 大家都是驯龙高手 这个杯子看起来 可以用成红色的 所以红色的龙 然后弄成那样子 妈妈陪我做的 大概做多久 两天 我有用到纸箱 还有水材 还有一种很年很年的浇水 透过寒假作业 发挥创意和想象力 让学生的作业不再呆板 而让学校卧虎藏龙 堪称是今年最炫的学起功课 Botmaker 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